那在過去其實在民進黨 我是擔任國際部的副主任 所以我從來沒有想像過 自己會擔任這個口譯的工作 為什麼呢 因為蔡英文總統不需要 他英文比誰都好 他不是本來就會 蔡英文比我還好 我常常會幫他寫作文 寫完之後英文的演講 英文的稿子 被他畫得一塌糊塗的 要接受紅筆畫 蔡教授不滿 還被改作業的感覺 那你說你要幫這人口譯是不是很困難 對不對 所以我當時沒有想像 自己會背負這份工作 所以因此當天晚上 我是被分到說要擔任這個 國際記者會的口譯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新的體驗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擔任這個 所謂正式的這個口譯的工作 該不會那稿子也是 總統自己改的吧 那一天比較特別 因為那一天是問答為主 等一下總統到底要多忙 他又要選 又要開記者會 又要認口譯搞 太累了吧 其實你講大致就真的是這樣 真的假的 那他其實蠻控制狂的對不對 這個不好說 那就是了嘛 這時候他堅持 很多的堅持 然後要求很高 但是說實在 你作為總統 國家的總統 你本來就應該要有 這個水準的要求啦 不然很多事情 如果你沒有要求這麼高的話 很容易 就會不符合我覺得國人的期待 嗯 他對你的那個表現 如果不滿的時候 通常會用什麼樣的語氣 跟你說話 這個斯文摩這個 我剛把你捧了這麼大 然後你問我這麼困難的問題 你這很難嗎 你前面自己就說 儘管問越難越好 對啊 你們問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因為蔡英文總統 過去是擔任教授 所以我覺得他有時候 那教授的性格會出來 所以他會怎麼遜你 就越問越你 哈哈 沒有 他不會遜 但他會說要再重改 就是你這個寫的 可能沒有達到我的要求 所以請你重來 那他會有像 斯網摩一樣Poker Face嗎 斯網摩Poker Face這種厲害嗎 看一下 請問一下 你剛剛那個英文是怎麼回事 哈哈哈哈 不是去過很多國家嗎 搞之前 這樣子我等一下出去講 不是很丟臉嗎 你這樣會讓我有PTS PTSD 拼話 你還好 這個我會有一些症候群 我覺得你還是盡量不要把血 我靠待會我都整掉 哈哈哈哈 但是確實 確實啦 我覺得他會有一些要求在 但我再次重複 如果你作為國家忠誠 你沒有要求的話 那我說 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嗎